大家好,我是嘉义 六月中我带着四块钱 从石家庄出发 横约了河北、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四个省 看了朝鲜,也忘了俄罗斯 总长为2600多公里 历时15天 试图挑战完全不用现金 从订购车票和住宿 到长遍街边的各种美食 只需一部手机就能搞定 街头比想象中的还要安全 人呢,比预期的还更要热情 食物比我煮的还更美味实惠 我不是实况主播 也没有天花乱朵的特效 只是想和大家分享 去你想去的地方 去见你想见的人吧 趁阳光正好 趁微风不照 趁现在还年轻 趁记忆还能将过往呈现 趁自己还活着 为自己疯狂一次 就一次 注意